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個節氣的部分 看看老師的答案是什麼 其實我有開放,老師你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開放什麼 要不要開放這個 同學能夠看到所謂的統計結果 那現在有開放,所以其實老師也可以自己看 也可以自己看在哪裡 在這幕裡面,你看測試你有沒有右小邊的統計 你把它點一下 跳出來的24節氣,你看這個同學還不錯吧 有做兩個筆記 你可以看得到,那我們往下,我們翻的在比較下面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都要完成,都要完成,你可以點一下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像這位同學 這個答在這邊,結果在這邊,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整個這裡 你都可以知道每個同學答的題目有沒有 到底是答哪一題這樣子 這樣了解的齁 那這個答案當然是楊麗的齁 就是我們講的國力 24節氣,比如說清雲 每年都是4月5號 對嘛齁,清雲節啊 都只是4月5號啊 像那個節氣的話都差不多啦,我們節氣大概就是前後一天啊 就前後一天啊,所以是跟太陽有關係的 有關係,那您順便可以再看一下,剛剛我們做過的什麼 做過這種練習的可以自行檢查的 那投票其實也是接近啊 投票也是接近 那投票的話呢,我們來看看這一題好了 因為最近,前段時間,這個路上常常看這種樹啊 有沒有在偷啊 有對不對 請問,這個是什麼樹 好 選擇題,我不要理一下 對耶,好厲害喔 這個是封鈴木 沒有錯 黃色的燈,這個都是封鈴木 好,這樣問 那這一題的話,其實像我考這種題目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這些圖片都來自網路上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時候怎麼辦 我會告訴他,教他一個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用Google搜尋 這是啥 這個叫以圖找屋 以圖找屋 所以老師可能也有聽過 有沒有,網路上有一種叫人用搜索啊 我就不知道你是誰,可是有戰略 哈哈哈哈 有圖 所以我們就,你看 以圖找屋 欸,這樣是不是同學就要揮這個技巧了 所以一天我考略一次的題目 他就一樣,以圖找屋就會找到答案了 我們重點不在考找他,而是要拿會嘛 好,那網路上你看 用以圖找屋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上面這裡會不一樣 這裡會不一樣 好,那如果說他已經有找到相關的圖片 甚至有些時候,關鍵字就把你怎麼樣找出來了 好,就會是像這樣 那當然如果你的圖片是只有你自己有的 你也可以找這裡 因為Google現在把這個圖列出來 有沒有看到你讀搜尋 點一下 你可以選擇 欸,你貼圖的網址 好,圖片的網址會直接自己上傳 以前我是都用脫衣的啦 但是他現在有把它放在上面 這樣其實大家應該是比較好用 比較好用,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 所以你看其實我們出題目可以像這樣出來 那這樣就可以都學到一些東西 好,OK 這題我就先不測驗大家 我們來測驗大家 塗鴉題 你覺得怎麼樣 用符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有些東西事實上考概念嘛 我就看你會不會就知道了 好,你看題目已經出來了 我們差不多聽到柔門感軍對不對 請問位裡面有兩個門 一個叫甘門,一個叫優門 那優門在哪裡呢 請用塗鴉的 好,點一下 好,題目之外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塗鴉工具 對不對 你就把你覺得 嗯 是這裡 還是這裡 還是別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框起來 萬一塗錯了 這裡有橡皮擦 自己擦一擦 好,我記得一件事情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送出 你送出就可以了 那老師這部分就會看到 也可以看到你當初什麼 有選對,但是就好像寫字 寫字寫出對,但是底話順序是錯 有沒有可能 有嘛 所以這個就可以像這樣去了解 那給各位老師 測試看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看這樣的結果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來看統計的情形 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原來 其實我們 在增加跟同學的互動 雖然就是做測試,但是這個互動裡面 可以有很多什麼樣 不同的方式去做成見 現在呢,老師已經回答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大家 答的情形如何 一樣 進到統計裡面 好,進來之後呢 找到我們這個 這裡 點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每個人回答的一個情形了 對,我們的是比較下面 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好,那 這樣 這樣看 看不清楚嘛 所以怎麼辦 點一下 進來 有比較大顆的 你往下 塗鴉塗片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 我就是到時候 他的情形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 哦 他是這樣畫的 這樣子沒有問題 答對了 其他的 這裡 一樣 塗鴉 哦,這個有點偏一點點 因為到這邊就已經到十二指塘了 呵呵呵呵 這一個 在這裡 對吧 好,那 你看 我們用這種方式 是不是 可以 兼顧一點點 虛弱性 但是又能夠 有一些 比較好玩的一個 那個 互動性嘛 好 OK 所以 所以像這樣子 就 比較有意思啊 好 那你可以看時間的話 就是每個人閱讀的時間 你可以直接就顯示在上面 好,直接就顯示在上面 那 你點進每一個人的 就可以看到他每一篇教材 閱讀的情形 好,閱讀情形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測驗體 好測驗體 那 那他會有幾台電碼 那甚至有的 班級 他可能有用iPad的方式 就是用平板方式上課的 那這邊有一個 翻轉學習工具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還有那個葉秉騰 葉老師嘛 葉教授 他們有一個團隊這個是開發 另外一個用手機App的 手機App的一個應用程式 不過這個所認啊 其實如果今天要在手機上 去做 看教材 我是覺得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但是倒是 像我們剛剛那些簡單的策略 倒是可以啦 就等於說 上課的時候 反正他本來就低頭了嘛 今天不是這樣嗎 哈哈哈哈 上課這樣的活動低頭啊 很認真啊 只是不是在看書而已啊 那你就會用這個方式 讓他 有個APP同時 稍微 互動一下 改善一下上課的氣氛這樣 OK 好